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青 你好 这是你们店里的新款吗 没错 这个是Yvonne和我们DNC工作室联合出品的新作 叫做琉璃罪 怪不得这么多目 有没有实物可以试带一下 不好意思啊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上市 它是全球现实 全球限量发售的 但是如果您感兴趣呢 可以找我们的同事任购登记一下 好 好 那我去登记一下 好 谢谢啊 小青 来 登记一下 谢谢啊 各门店已经准备好琉璃罪 正式上市了吗 好 我知道了 董事长 这个林一和顾欣妍啊 搞得那个琉璃罪现在预售很火爆 看样子啊 我们东城的财务危机啊 可以缓解一下了啊 未必 未必 对 琉璃罪的每件商品都是量体裁衣 并非量产 成本很高 再加上全球限量发售 我们的收益十分有限 董事长 我建议啊提价 加价百分之三十 这不行不行 这个会影响我们东城的声誉的 对啊 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 再加一个零 那么高 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董事长拿出百分之二的股权 作为成本 卖的不是钻石啊 是故事的 这故事里呢 本身就有百分之二的股份 作为背书 完了还有巨大的订单 和高端的销售 作为加持 不把价提高一点 我们手上的这些产品就是股票 怎么往上升啊 这倒是啊 喂 我是刘卓人 琉璃钻最后的报价单出来了 通通收回 经董事们的商议决定 在原有的价格上再加一个零 立刻通知各门店 按新价格发售 我会找人做一轮宣传 标题就是 高端琉璃钻 价格亲密 欲收火爆 价格亲密 来 干杯 干杯 不爱吃火锅 真的 还在说真话 咱这次 琉璃钻能一炮打醒 真得感谢咱顾经理的金点子 是不是得敬一个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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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杯 应该要我来敬大家才对 琉璃钻可以有现在的销量 每个人都功不可没 来来来 我敬大家 来来来 来来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干净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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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动开动 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好 顾总监 咱们这一次的发售啊 真的是太惊心动魄了 之前琉璃钻寿组 我以为这次肯定要完蛋了 没想到 我们的顾经理 能够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 来 我再敬你一个 多来 谢谢你啊 方方 你也辛苦了啊 来来来 赶紧坐下 吃吃吃吃 对啊 吃吃吃啊 吃吃 东东 夹你这肉呢你 这家真好吃啊 不错吧 完了 出汤了 林总 标签一定要打好 林总 怎么会出现这种警告啊 一切都是按照 护经理的要求来布置的 要不是昨天 突然通知涨价呢 今天不会是这个销售业绩啊 涨价呢 对啊 谁同意那种地啊 昨天晚上 刚刚接到的通知 林总 公司里面那儿呢 也定在进阶性别发布的 但是人家价格定的 比较接地气 所以璀璨的新品市场占量 比咱们高了很多呀 林总 为什么正式发布的价格 超过预售这么多呀 我们已经接到 大量客户投诉了 要求退货 好啊 董事长 林总 有事吗 对 正好有事要问你 琉璃钻的销售势头本来很好 怎么突然间提价了 这是经过几位董事决定的 提高价格这么大的事情 没人通知我呢 琉璃钻是限量发售 如果不提高价格的话 很难收回成本 宋城给我们的授权还有很长时间 我们可以 逐步开发其他系列的产品 慢慢收回成本 没有必要非得合则而鱼嘛 我是东城董事长 我要让其他董事看到东城的效益 而且我希望这个系列能以高价格高质量 重新为东城大小市场 现在不仅是没有打开市场 而且我们的销售量 完全被璀璨碾压了 设计人员的心血 销售人员的心血 还有琉璃钻本来大好的前程 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决定而毁于一旦 你放心 我付出了百分之二的股权 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的 而且作为董事长 在紧急时刻 我有权利做一些决定 明白了 琉璃钻可是咱工作室的第一个项目 现在销售这么差 不光公司赔钱 连在工作室的形象都会受损 怎么办 杏阳 怎么办 我不知道 现代的当务之急 一定要拿出品牌定位 清晰的定价策划案 只要公司对我们还有信心 我们就还会有时间证明自己 大家千万不要分心加油干 其他的事情我会去解决 谢谢你 走吧 请 请 进 董事长 价格突然调高之后 琉璃钻销售受阻 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的话 一切就无法挽回了 你是在责问我吗 不管 我是在反思我自己 琉璃钻系列的确存在着 定位不清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已经和营销的小伙伴们 重新调整了预算 我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有一个 很好的市场收益 预算是多少 压缩成本之后是一千万 琉璃钻从预售到正式发售 效果并不好 凭什么我相信他能够赚钱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调高价格的话 现在已经开始盈利了 你这不仅是质问我 你是在谴责我 你是想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吗 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 销售业绩不好 如果董事会责怪下来的话 你要承担所有责任 而且最近工作室的 经费预算已经超值了 你们的工作业绩又不佳 工作室必须裁员 否则我无法向董事会交代 你怎么又感冒了 一点点 就知道工作 一点也不知道照顾自己 没事我就可能 刚出门的时候吹了一下风 你多吃点 趁你做了工作室以后 整个人都憔悴了 李卓然一意孤行地提高了定价 还比我拿出一份裁员的名单 他这是转移矛盾 想把责任推到你和工作室身上 我是DNC的负责人 品牌运营出了问题 我本来就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 但是如果让工作室的其他小伙伴 跟我一起承担 这样太不公平了 有时候努力吧 是对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能得到好结果 我有的时候在想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林总身上 他会怎么做 你怎么突然想到他了 我只是觉得 他有现在在东城的这样的地位 都不知道和李卓然周旋了多少次了 他都一把呢 他已经年纪了 现在连个半了 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了 不是 我是觉得你俩相都是工作狂 摊上你们这两个工作狂 算是倒了霉了 摊上我俩 人家林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他要是工作狂 我们财务部的事不就多吗 赶紧吃 赶紧吃 吃饱喝足 奋动 顾经理 这是我新做的项目策划书 请您过目 好 谢谢 顾总 这是我的策划书 您看一下 好 辛苦了 欣言哪 这是我的项目策划书 你一定看一看啊 先看我的啊 进来 欣言 这个是我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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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出来了 是 那个等我澄清一下啊 这次真不是我说的 但是 毕竟涉及到大家的生存问题 紧张也是正常的 而且 生下大全就在你手里 这只是董事长一个想法而已 并没有落实到文件上 你待会儿去告诉大家 一定要让大家安心工作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 一定可以渡过这个难关的 至于董事长那边 我会去和他谈 好 欣言 我替大家先谢谢你 你先去吧 就是说 现在即使把价格调回来 也无济于事了 想改也改不了了 您看看吧 咱们这个董事长啊 成事不足败事也好 那就是说现在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扭转 东晨的财政局面了 是吧 那不消想啊 盛事准备花重金 打造一档 珠宝类设计的真人秀大赛 吸引国际上的优秀团队来参加 可以 对 居哥还挺高的 这上面说 过胜者可以得到盛事的投资 你是不是想通过参赛 获得投资有转局面 上次盛事拒绝了东晨的投资之后 有和其他公司谈过几轮 都没戏了 这也是胡凡想办这个大赛的原因之一 嗯 我明白了 现在咱们的董事长 那是完全指不上了 就靠你通过外部来想办法了 如果你能够通过参赛 获得投资 就能扭转局面了 我 代表全体董事 全力支持 来 董事长 裁员名单给出来了 我来就是想要请您收回这个决定 DNZ工作室的每一个员工 他们都非常地专业 非常地努力 我实在想不出来应该裁掉谁 对 如果您是为了节约成本的话 我愿意带头降工资 我请来来管理这个工作室 你要考虑的问题 自始至终 只有一点 就是如何让我满意 工作室必须裁员 进 董事长 好 您看看这个 消息准确 已经和盛事那边联系过了 确实这个大赛即将上马 不过呢 凡事没有绝对 我也不希望打乱你 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团队 我可以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 就看你们自己了 盛事国际珠宝设计大赛 林总 林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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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啊 大家都忙于琉璃钻的销售 辛苦了 所以呢 林总请各位喝咖啡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林总 谢谢您啊 我当初真是一时鬼迷心窍 才离开了一翁 没想到DNC现在要裁员 我真是后悔死了 林总 谢谢您的咖啡啊 好好好 进来啊 林总 盛事那个珠宝设计大赛的事知道了吧 这儿只会希望太渺了 说能夯到我们关于我们的个人 怎么办呢 准备入了我们的死 总的太可当了 宝敬了 但是妈咱俩不难了 所以她判断了 她还没想到她 有的时候我们努力了 不一定能够达到好的结果 当初你成立工作室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 既然要自立门户 就要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你这这么多员工 都只是你能保住饭碗呢 你要对你做出的 每一项决定负责任 他们才能信任你 我个人是想要参加比赛的 可是 可是又怕输 怕跟东晨打累 对吧 别想这些了 设计是你的看家本领 拿出来证明自己 您真的希望 我参加比赛 然后和伊凡竞争 比赛全凭实力 只有遇到真正的对手 才能激发竞争你 好吧 抓紧时间报名吧 再来 明白 这么久 真正的对手 请上来 您 各位嘉宾你们好 欢迎来到盛世国际珠宝设计大赛的现场 经过初赛的层层比拼 我们的四强团队已经产生 他们分别是 璀璨团队 EVOLVE团队 DNZ团队 以及马克思团队 恭喜你们来到决赛的现场 我们决赛的赛事都分为三轮 每一轮将淘汰一致队伍 直到第三轮冠军的诞生 下面我宣布本轮比赛的主题是环保 比赛内容绘制设计图加创意阐述 限时三小时完成 内容兼顾作品的艺术性 产品的商业价值以及成本核算 考虑倒是团队比赛 所以要求每一支队伍 选出三名设计师 共同完成作品 我们的电脑中有监控摄像头 将全程记录创作过程 好 咱们下面比赛正式开始 谢谢啊 你们说国内的老百姓最喜欢什么样的 用十八K的彩金 成本用低制作工艺又简单 跟环保也没什么契合点啊 翡翠像水 地球上海洋面积最大 白棉的A货翡翠可以变成海洋 静静地徜徉在海面上 而且画白棉为宝 这便废为宝不也挺环保的吗 而且那个十八K精呢 我们可以把它雕刻成 珊瑚会是一个非常环保的生态 靠谱就这么干 好 那我来画草图 明康 你来上色 晓清 你负责细节和渲染 好吗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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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加油啊 收到了吗 收到 收到了 李晓妮 我们完成了 天哪 怎么这么快啊 稳着点啊 小秋别发挥了 你别催我呀 我们也完成了 别发挥了啊 能完成比较重要的 李明康 你别催我 别急 别急 赶快去见 怎么样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比赛结束 请选手停止 根据我们初步的观察 目前只有璀璨团队 和一望团队完成了任务 我觉得可以 现在第一轮比赛的结果 就在我的手上 这意识着将有一个团队 离开我们的舞台 那么下面我将要宣布 能够顺利晋级到 第二轮比赛的团队 他们分别是 一望团队 恭喜 还有璀璨团队 恭喜你们 恭喜 DNZ团队 和马克思团队 虽然没有完成最终的炫感 但是他们整体的设计 是完整的 所以 经过我们评委们的审定 最后 能够进入到下一轮比赛的团队 是 是 DNZ团队 对 同样的我们也要感谢马克思团队 辛苦了 谢谢你们 在我们祝贺台上三支团队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我们比赛还在继续 那么下面我宣布 下一轮比赛的主题是奢华 将以作品展示和创意阐述进行比赛 限时七十二小时之内完成 计师 现在 开始 那么三天之后 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舞台 再一次聚焦我们的设计大赛 再次感谢大家 谢谢 人到齐了吗 除了叶晓星感冒险下之外 集团都到了 好的 今天呢 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民主集思广义 所以大家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尽管提 好吗 好的 林林康同志 能不能劳烦您为大家买点咖啡提提神呢 乐意效劳啊 谢谢你了 不要客气 好 好了 第二轮比赛的主题叫奢华 奢华 所以呢 我为大家搜集了一些物料 大家看完了以后有任何想法都可以提 发一下 好 看来这一轮啊 我们又悬了 这一璀璨烧钱的势头还有Evonne的底子 找到再贵重的物料都不稀奇 但是我们的工作室 情况就不同了 方方说的一点都没错 虽然我们的工作室现在是刚刚建成 可能在硬件条件上跟其他团队根本就没法比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细节下手啊 力大虽然事成 如果我们用队巧劲还是会有胜算的 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虽然以前我们在东城不是同一个部门 不过你的才气我还是有所了解的 可能我们曾经发生过一些误会 为你别介意啊 这可不是故意的 是是是 我其实也挺不好意思的 以前 就因为我 吴欣燃还拿视频威胁过你 不提了不提了 这个事情都过去了 行 都过去了 这不嘛 你给我一打电话呀 我就赶紧请假出来了 我带了一些 我这边的设计的图纸 要不向您请假请假 您过过目吧 班总监 难得在这咖啡馆遇见您啊 这可赶紧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要说难得也不难得 这个咖啡厅不是设计圈的聚集地吗 也是啊 小晴 你不是昨儿感冒了吗 啊 对啊 我 我是感冒 然后我去药房拿药 就想着跟我们老领导叙叙旧 老领导 我记得之前你不是这老领导不是欺负的都伤心欲绝了吗 怎么这会儿又坐在这儿跟他叙旧 我现在对你这个能屈能伸的能力真是佩服得无体投地 再说了 你说你这叙旧 叙旧就叙旧呗 咋还戴上图纸呢 我这生病了就该在家好好休息 干嘛这么敬业 这是吧 对对 我一会儿续完旧我就回去休息了 你可别误会啊 我没有挖墙脚的意思 班总监我怎么会误会呢 我只想跟您说 咱们在比赛之间这恶意竞争 如果要是让主办方知道了 好像不太好 会被取消资格的 当然了 您这么老套 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对吧 那是自然了 可没有说比赛期间 可能和老同事去叙旧啊 行 那你们继续叙旧啊 我先走了啊 你们叙旧 小青 我奉劝你一句 做人还是要有点底线 你好自为之 general 也许我一直害怕 有答案 也许我一直害怕 有答案 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 离开 释怀 很短暂又重来 有时候自问自答 我不要困难把我们计算 我则为自己那么不勇敢 遗憾没有到达 拥抱过还是害怕 用力推开你 我依然留下 有一束光那瞬间 是什么痛的刺眼 你的视线是两界 为什么舍不得熄灭 我逆着光却看见 有点烂 真烂 那是雷光那力量 我不想再去抵挡 面对希望 你这光 那是雷人 雷人 雷总 这么晚了还在准备比赛的 刚刚看到你们的工作状态 真真羡慕 真真羡慕 你的员工是不是因为琉璃钻 突然提价的原因 好像对比赛热情并不高涨 是会有影响的 每个人都在担心着自己的饭碗 难免心思会不集中 别说他们了 就连我 有的时候想要集中注意力 可是一想到这件事情 好像就做不到了 你还很年轻 能有现在的定力 已经相当不错了 我们为了干成一件事情 有时候往往光靠能力是不够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们要学会和意外相处 和意外相处 你还记得为了战胜班亚齐的团队 为了拿下曲曼的单子 那些日日夜夜加班的日子吗 保持那种状态 那才是最宝贵的出现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我主要是想让意外 能有一个真正的对手 这样比赛看起来才有意思 加油去准备吧 走 嗯 感谢大家回到比赛的现场 我们即将迎来第二轮的比赛 过去的七十二小时 对我们的三支队伍来说 每一秒都非常地精彩和紧张 而我们对他们的作品 也非常地期待 现在决定胜负的大权呢 就掌握在我面前 五位国际珠宝界 顶级专家的手中 下面我将为大家 一一介绍他们 他们是 国际宝石专家 Johnny Ma 金伯利钻石集团董事长 董先生 MGG品牌创始人 柳兹 以及我唐传媒CEO唐总 和顶级珠宝杂志主编菲力辰 欢迎你们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正式进入到比赛环节 首先有请璀璨团队 为大家进行产品展示 有请 这款项链叫做晨曦 是由我们璀璨设计部 从杯轻力打造 由晨曦之光为设计灵感 主钻由同燃燃升起的朝阳 璀璨夺目 用K金微箱小钻 打造出镂空的视觉 让丝丝光线透入进来 犹如阳光般闪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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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璀璨团队 下面有请余孟团队 为我们进行产品展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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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项链的灵感呢 来自于鹤 鹤被赋予了一种 带有灵性的东方象征 行事美丽 鹤在行走的时候呢 细腿高深昂手挺胸 步履规矩 缓慢而优雅 有一种明媛的风度 和奢华的气质 这款项链 共有一千六百四十一颗 方形切割 以及明亮切割的钻石 镶嵌其中 总共七十一点五克拉 确实都出水不满啊 你看这个作品 其实它最大的亮点是 它后颈部的设计 有两只鹤与主钻交相归印 我认为这才是奢华 最好的权势 羽旺出手果然是不同凡响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最后一位参赛选手 是近年在HRA设计大赛上 勇夺优胜大奖的 顾兴颜和她的工作室 近年他们频频有优秀的产品 推向市场 而他们在本次大赛上的表现 也非常令人期待 那么下面 让我们掌声有请 顾兴颜工作室 为大家进行产品展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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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